7月5日 來 這個是自由街舞鳴早餐 你們看它的蛋餅皮 超棒的 它的蛋餅皮真的超厲害耶 裡面有胡蘿蔔 還有青蔥 而且自己收幹的耶 好好吃喔 它的餅皮有小一點 麻糬的感覺 但是外面又一層酥酥脆脆的 而且小巷因為點的是 小巷點的是那個肉鬆口味 它的肉鬆跟蛋是先把它攪在一起 然後倒到餅皮上面這樣吃下去 超級好吃 非常脾胃 小巷 來這個是山東 中餡餅 小巷超愛吃這種大餅 因為小巷是有山東鞋頭 來 現在馬上就要咬一口囉 你看它外面的皮多麼光滑 咬囉聽說會爆汁 超級好吃 而且它的那個非常紮實 大家有沒有看到餡桿的偏皮 非常棒 這個呢是看紙盒餅完全很便宜 在這邊可以吃吃看喔 花蓮第一次的炸爛蟲油冰 你看半熟蛋就在上面耶 我靠臭巴克了 想要吃囉 聽說會爆汁 所以要小心一點 要咬囉 你看看它的汁 你看 好汁的炸蛋 葱油冰 那花蓮絕對要來這邊吃 而且呢 雖然很多人要排隊 但是它動作非常快 它呢 現炸現吃的 它那餅皮非常的Q 它蛋呢 裡面都會用半熟的方式 所以說呢 你可以吃到它的蛋是超香的 有沒有看 烤得好漂亮喔 它的顏色是超美的耶 而且呢 除了塗上他們自己的特製醬子之外 上面還有一層 塗上一層豬油 味道會比較香 小香要吃吃看囉 它的醬有點甜甜的 而且它的鹹度也剛剛好 最重要的是 它後面塗上那個豬油啊 鹹的這整個玉米超級的香 你看它裡面是有蛋的喔 它小姐是有蛋的耶 好實在喔 滷蛋也是一整顆給你超多料 難怪在地人 通話連在地人大推 這家一定要吃 太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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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